今年55岁的何燕生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敦煌人,自小患有先天性弱势,双眼仅有0.02的微弱势力,但从童年时起,记忆里就延续着敦煌民众祖辈成袭的莫高窟情节。 近日,何燕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到,小时候看到敦煌壁画上的飞天,就像人在天上飞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,何燕生发现有一架飞机从广袤的明沙山和月牙泉上方轰鸣而过,突发奇想的他当时就开始琢磨, 在游人如知的明沙山下,如果能在天上用上帝的视角来俯瞰明沙山、月牙泉,看雄魂壮美的敦煌是一件多浪漫的事情。 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的母亲跟祖母,就从这个沿着明沙山,就走四五个小时步行就到莫高窟了,莫高窟小时候也在他的壁画上看到飞天, 就觉得人在天上飞,在天上飞的感觉是个什么样子啊,所以说老是就做这个飞天的这种梦。 由于先天性的弱势,让农民家庭的父母对何燕生将来能否就学就业而忧心忡忡时, 他通过百般努力已悄然完成了高中学业。 17岁时,他贷款创业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 2000年,两架国产蜜蜂飞机飞上了敦煌的蓝天,何燕生的飞天梦就此起航。 如今,他在明沙山月牙全景区经营着二十余架飞机, 为分支踏来的游客提供俯瞰敦煌的上帝视角,圆梦敦煌飞天。 98年、99年我就在这地方建机场,2000年我买了两架国产的蜜蜂超清新飞机在这开始搞这个。 空中游览项目一直到现在。 我这个公司有滑翔机有15架,直升机有6架。 空中游览目前我们就在明沙山, 主要是看这个明沙山月牙全跟沙漠绿洲。 最旺季的时候,就是乘坐滑翔机跟直升机在空中游览的游客有个六七百个人。 何彦生介绍说,目前也正在规划从明沙山月牙全飞往百余公里外的雅丹、阳关、玉门关等景区的私人定制服务。 下一步我就想着在东黄开闭这个东黄各景点之间的这种短途用书,空中的走廊。 因为东黄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,旅游景点众多。 我们的阳关、玉门关,还有我们的雅丹。 但是这些地方都离东黄市区比较远。 而且我们对东黄的旅游旺季就在酷热的夏节。 三个小时坐车到雅丹去以后,旅途劳动人就没心思看了。 所以说如果用飞机把它几十分钟运过去的话, 它具体体验了这个空中的感觉,而且给它省了时间。 我把这个叫快旅漫游。